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英文不是我们的母语 我们以中文为主 很多时用中文的念头来讲英文 但很多时不可以直译 大家知道的 都说开饭 Open Rise 说了没有 但如果你有玩 例如有一个网站叫Open Rise 绝对可以 我说明是幽语文一默 但是有些字 譬如说感情包袱 大家听过 Emotional Baggage Emotional Baggage 包袱 我们中文都说包袱 你说包袱有其他的说法 譬如行礼 譬如是誓院 执包袱的你 就是你收拾誓院 但是无论是执包袱 因为是被人炒的意思 我们很少说的 你去旅行 不会说我执包袱 你也不会说我收拾誓院 离开要去旅行 誓院是很奇怪的 也不合用 我们说收拾行李 中文有细胞行李 和誓院 都可以这样说的 英文也是 包袱 baggage 和luggage 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 Emotional Baggage 你就不会说Emotional Baggage 人家明白的 听了知道的 但是有一些突压 这些就是语文的 责用的问题 所谓Usage 譬如问 支笔多少钱 答案2元 2元 你不会说2元 2元 1 2 3 4 2 没错 但是你不是这样说的 人家听到就明白 但是很突压 所以要小心语文的 责用问题 尤其是不要直译 第二句 人家问你 You find me 我认识 他直译 中文就是 你找我 不过没有个阿 You find me You find me 不是 Were you 要用过过语文 因为已经发生了 Were you looking for me Did you look for me Were you trying to find me 不可以就这样问 You find me 很怪的 不可以这样译 还有这一句 我怀疑同学 以为向人客气 一定要用味字 譬如 May I have a drink 什么 中文 不是中文 英文 今时今日 很少这些 除非是很正规的场合 譬如 英女王请你吃饭 你去那些宴会 真的 全部大家 哼哼咫咫咫 如果不是 今时今日 全部用 不是说May I 通常是Can I 又或者你去问人 Can I ask you a question 以前上一代 就会说May I ask you a question 是很客气礼貌 但都说了 新一代 是问Can I 真是错的 真是要礼貌 是Could you please 希望同学都已经知道 Could you 这里不是说 Past tense Would you Could you 这些Can 和Will的Past tense Can 变了Could Will 变了Would 不是说过去式 而是礼貌式 不是May you please 是Could you please 要求别人做一些东西 而英文 有些都说 这个不是责用 这个根本是虚 规定了是这样的 我们扔了一些东西 I trashed it I rubbished it 都可以 扔了 I threw it away 但如果你用dispose 这个字 平气 舍气 记得 I disposed of it disposed 后面一定有of 为什么 不用解 总之要记住 亦都是以前提过的 现在重温 discriminate against 一定后面 就几乎了 仍然有例外 但不说那么多 一般的念头 他歧视我 你就直译 he discriminates me 你会这样说 是吗 你译译一定没有错 但是英文这里 一定要加against he discriminates against me OK 拜拜